或漲價,其實數據是不會騙人的 所以呢,你們假如說想要知道台北市的房價 其實你可以找到那個這個一個說明檔 A開頭的是台北市,你就把台北市打開來 它是一個CSV檔,所以會用ECL來開 那其實各位可以分析的,諸如此類,比如說 你想要知道說 就是說 總價好了 不過他這邊有個比較麻煩,他是每平方公尺 跟我們平常的那個 平數好像認知不太一樣 不過平方公尺跟平數怎麼換算 是呀,除以多少 除以,有知道嗎 好,沒關係,Google一下就答案了 Google一下,好像是除以2點 2點多,2點8還是多少 那你如果要知道總價多少的話,其實 可以寫個ECL VBA 比如ECL VBA裡面你可以查 像這邊的話,總價,假如說你要讓它排序,你要篩選的話 篩選或者用排序,比如說排序 這個地方,假如說你今天排序方式依什麼,依總價好了,總價元 按確定 由大到小 按確定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總價 如果說你這個數字,你還可以加上什麼,百分比符號好了 然後小數點再扣掉兩位 這樣多少 百萬千萬億 八億三千多萬 這個平方公尺 這多大 好吧 自己再算一下 反正你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幫人家做一點事情 然後呢,他的地址有沒有呢 其實有嘛,在哪裡 在 這前面有沒有 有沒有,在哪裡,在這裡 然後你可以怎麼樣呢,把這個資料有沒有,每一個區啊,每一條路啊,等等的,通通都可以幫人家做整理資料 做完整理資料之後,放在手機APP裡面,不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APP出來 那你只要怎麼樣呢,一段時間去幫人家update一下,一段時間幫人家update一下,甚至去分析 這個區域的一個漲跌幅 哇,那你這個 這個我想會很有價值的 對於房仲業來說,應該也會很需要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提供,還有就是說 他的區